我们今天要维护的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权益 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正当的发展权利 更是世界上所有希望提高自身科技发展水平国家的应有的权利 公道自在人心 正义终将到来 我很想问一问安全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究竟应该由谁来裁定和判决 什么是安全的 什么是威胁 如果一个人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还总是不停地在吹黑哨 这个人值得信任吗 这场比赛还会是公平的比赛吗 我们希望美方顿正心态 客观公正地看待中非合作 编造谎言 污蔑他人 损害的只能是美方自己的信誉 结果只能是自取其辱 请美方不要高估自己的造谣能力 也不要低估别人的判断能力 中国的贸易伙伴变天下 如果有人不愿意与中国做生意 自然会有他人来填补这个空缺 这根本吓唬不了中国人民 中国人不信邪不怕压 从来不吃这一套 我只想呵呵两声 因为你知道中美经贸磋商一年多以来 是谁在出尔反尔 言而无信反复无常 大家都勇目共睹 而中方对经贸磋商的立场是始终如一的 事实上自己生病 让别人去吃药也是没有任何用的 要想把中国出名是吧 这是痴心妄想 怎么可能呢 他有点不自量力 六月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 居然公开宣称 发生在香港的示威游行 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我们希望这样的风景线 在美国越多越好 我不知道你听看到这个报道 你怎么想 我反正只想笑 中国的警察飘洋过海 把血叫带有中国警方的假警车 去放在在澳大利亚的 维管族人的家门口来进行威慑 我觉得好莱坞再差的编剧 也变不出这么烂的剧本来 这位美国大使拜托 要想黑中国 即便是走火入魔了 也要用点自己的脑子 要不然只会沦为 世人的一个笑话 中方将对参与此次 受台武器的美国企业 实施制裁 中国的政府和中国的企业 将不会同这些美国企业 进行合作和商业往来 具体的细节目前我不便透露 但请你相信 中国人一向讲求 言必行 行必顾 进一步暴露了美国的 任性 狂妄和自私 自利 那么这样的一种做法 与它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的地位 我认为是不般配的 现在中国有些很网红的话 叫做做人不能太美国了 我们希望美方有些人 能够深刻的反省一下 更多精彩的视频 请订阅HKG部YouTube频道 请订阅HK部YouTube